剛才林鄭月娥和傳媒聚會的時候 形容昨天民主派在大陸會上對她的態度和體驗 都是相對友善的 又說縮短官員對大陸會的通知期 即是否投入之前的通知期 和新嘉義立法會次數 她形容是任由立法會這邊開架 你覺得她這個態度和保護者呢 她有說過帶全體議員的特殊考察都可以去等人 但四個DQ緊的議員就要挑戰 你覺得這個措施有關嗎 就住縮短口頭質詢那個需要的時間 民建聯認為是值得支持的 現在如果大家看一個實際例子 舉下星期三 如果是議員要入口頭質詢 簡單來說 我們需要在七個工作日之前就提交 如果是按照議事規則委員會的諮詢的一個方向 如果將來可以做到例如禮拜五 禮拜五前就將題目交給行政機關 讓行政機關去準備 我們相信就可以做到第一 問的內容是會更貼近時事 第二就是也會做到短問短答 因為你不能夠要求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面有大量的資料 我相信對於市民去掌握最近發生的社會狀況 官員的回應是會有正面的作用 所以我們認為林太她這個回應 說縮短口頭質詢所需的時間 以至是增加立法會的答案次數 對於市民掌握官員 特別是貼近社會事情的看法和跟進事情的最新進展 我認為是好事來的 所以是值得支持的 全體議員北上參觀這些基建設施 例如是大灣區 但四個DQ議員就不會邀請 即就算是我一定不會 DQ議員因為私負困難 所以都不會邀請做得對 其實過去行政長官無論是梁先生 以至到曾先生 以至現在林太 我都知道他們希望加強立法會議員和中央的溝通 那林太她願意去和立法會議員 以至中央安排考察和溝通 這肯定是有助於大家互相了解 所謂多溝通就少誤會 這肯定是好事的 至於如果真是有機會的話 是四位正在面對司法覆核 或者正在面對訴訟程序的議員 未必獲邀請 我認為這都是理解的 因為他們那個官司的內源 正正由於他們宣誓的時候 就是否真心實意去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基本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內容 所以如果官司未處理到的話 我認為有這個想法 相信都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做法 現在他們還會認為 法院提供法國的法會 你只是说,没有比较法议到, 是不是很稳定的说法, 你会有没有兴趣? 我认为,你所说, 是在在这种程度的办法。 我们要明白, 我们在法治的国家的法律, 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每个人都要尤其中一个国家和两个世界的法律, 要尤其是法律的法律, 我們都會明白,有些我們的組織,正在現犯罪的情況下, 正在做一些事情,他們可能會否認識, 並不尊重一國和兩國的組織。 我相信我能明白原因,她的考慮。 謝謝。